賴清德跟朱立倫跟柯文哲 他們雖然都沒有名列前茅 可是這三個人還沒有被甩出十大之外 表示他們還留在榜上 他們還是有機會的 講完看長了 可是柯文哲、朱立倫跟賴清德 特別是這三位四五六名 他們白色會白髒 2024這三個人一定是看得到的 第一個重點叫做 洪友宜拔得頭籌 是 然後陳時中摔落神壇 抱歉我不是對陳時中部長不禮貌 你就這份民調來講 因為這份民調是東森新聞雲 他做的是雞尾酒飾的 一半是電話一半是網路 所以年紀也跨越從0歲到120歲左右 OK 那你看到陳時中上一次是第幾名 第三名 現在變第八掉五名 再往前呢 他原本是第一的 而且他將近半年時間都第一 94%94狂 為什麼現在掉下邊第八名 表示陳時中他的這個看好度 已經掉到39.8不到40%了 所以陳時中摔弱 侯友宜拔得頭籌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就是在前五名當中 這不是蔡總統817萬票嗎 怎麼會前五名當中 寶傑哥你看喔 對 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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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耶 五個裡面有三個是國民黨 所以其實 這代表什麼 代表民進黨過去這幾個月的施政 民眾其實不那麼滿意 我要挺 可是問題是我有點挺不下去 第三個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劉蓋還會跟大家分析的 雖然鄭文燦是第二 可是他這個第二是虛的 鄭文燦是被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所期待2024最主要的總統參選 我現在就這樣公開講了啦 民進黨的支持者 到時候可能會有 鄭文燦 會有賴清德 一心之毒的一個人 我們的劉蓋還好 可能也會有蘇貞昌 如果他成下初選 他不一定會贏 但是呢 這麼多人當中呢 顯然民進黨支持者 最期待的就是鄭文燦 期待他 所以叫他看好60.8 可是剛剛邰哥跟大家講的 你要看啊 他的這五個五大項目 個人魅力等等 他全部都輸給賴清德 那你全輸 你看好度也比別人高 那我就用倒立 不是只有輸給賴清德 他也輸給陳時中 有沒有看到 陳時中的這個個人魅力 都比他高 可是他掉到第八 為什麼 因為雖然他的各項來講 比鄭文燦好 但是他的看好度呢 已經往下掉了 陳時中摔落神坦 那這個事情會有兩個危機 第一個危機就是 鄭文燦的支持度呢 是所謂的我對政黨的認同 可是在各項表現他並不突出 你看這五項 他都沒有在前五名 這是鄭文燦的危機 第三個 蔣萬安他能夠爬到第三名 他的所有的內容 大家看有沒有 他全部贏過鄭文燦 他雖然他的看好度輸給鄭文燦 可是他的五項全部都贏 蔣萬安的對手 很可能是陳時中 不一定是啊 陳時中有可能選台北 有可能選新北 所以陳時中對於蔣萬安跟侯宇 這兩個可能對手來講 他現在被甩開了 吳憶龍可能會有機會 我很早就來我們節目講 吳憶龍記不記得 我就說陳時中未必會是 2022民進黨的台北市長 或者是其他縣市的參選人 因為在這一次的疫苗 以及明年的萊豬 對陳時中消耗實在太大了 這對陳時中來講是一個危機 最後一個我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 哪一個 雖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插播一個啦 你看一下侯友宜 吳憶龍是前警政署長 前警政署長 他是財經專家嗎 他不是 他不是財經專家 但他是抓人專家 他在財經專業的部分 還是前五名 他第五名 他居然第一名是朱立倫 朱立倫的財經專業是第一名 3.9有沒有 可是呢 前面上侯友宜還能夠排前五 這表示是說現在民眾是這樣 我喜歡你 我就覺得你什麼都是對的 我喜歡侯友宜 我就亂愛就對了啦 都對 那這種狀況之下呢 雖然我剛剛所講的那些內容當中呢 沒有看到前警名當中出現這三個人 賴清德跟朱立倫跟柯文哲 他們雖然都沒有名列前保 可是這三個人還沒有被甩出十大之外 表示他們還留在榜上 他們還是有機會的 講完看長了 可是柯文哲 朱立倫跟賴清德 特別是這三位 四五六名 他們把這會把掌喔 2024這三個人 一定是看得到的 好 謝謝 謝謝偉翰 哇 這份民調重點就是 雖然 把朱文哲被推上去啦 是第二名 但是問題 賴清德 朱立倫 柯文哲 這三個沒有被甩出 所以說2024有的看啦 你有沒有內幕消息 倒賭52頻道最後誰會進入 誰是最後林家 內幕消息我是沒有啦 但是如果我可以有推薦權的話 我要推薦一家電視 哪一家 雅虎TV 漂亮啦 你今天做的雅虎 你是推薦就對了 是不是 對 是不是 對 一定 唯一 無限期支持雅虎TV 太好啦 那你支持他的理由是什麼呢 公正 客觀 客觀 有話直說 不要囉嗦 又幽默 是 又幽默 是 這幽默是對的 所以我們 我們談論政治之外呢 一定要稍微幽默一下 而不是爭鋒相對啊對不對 個人提出自己的意見 我們在這個一個場地 一個原地裡面 來互相討論嘛